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美鳳算是冷藏的 我很怕冷 尤其冬天 我晚上一定要照顧燒 還有 我車上 當然一定開燒 我一定要有一個毯子 還有六眼的時候 我都要準備一個 比較大顆的 比較厚的外套 比較薄的 不要太厚的笨重 但是又是在那裡長的外套 這樣擦著 我跟媽媽不是只說我 怕冷的 很多年輕人都怕冷 像化妝師 化妝化妝師幫我衛妝 手就這樣 手冷漆漆 手冷漆漆 每天冷漆漆 所以很多人膝蓋都冷漆漆 到冬天的時候 冷漆漆你就不好睡 我還是 還好 我膝蓋還好 可是基本上我是算怕冷 所以我都要喝熱的水 喝熱的水 比較有溫暖一點 這也是很重要 當然我們希望說 膝蓋不要太溫暖 不然你放一半 膝蓋又冷漆漆要塗在哪裡 把它沖在大腿的 塗得比較熱 尤其是冷漆漆沒睡 我們要比較好睡的時候 會記得 我們要把冷漆漆漆 膝蓋就比較熱 這樣會覺得很好睡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現在冬天頭要到了 台灣的冬天其實也滿濕冷的 也是滿冷的 所以我們要分享一下 在座來賓 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預寒 好 我們首先介紹這一位 崔佩儀 嗨 大家好 我喜歡冬天 但是我又很怕冬天的時候 膝蓋 冷漆漆 冬天 蓋了棉被 還會睡不好那種痛苦 對 很累 這個睡不好是很難過的 第二天都沒精神 人又不漂亮 另外這一位他很厲害 生活達人 他可以跟我們分享很多 很不錯的祕福 我們歡迎 廚宇晶 歡迎大家好 不用擔心冬天冷到睡不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新科技 叫 讓你在冬天也可以睡得很安穩 對 我也很期待 因為有時候膝蓋太厚 睡不著 不厚 又覺得不厚 好 另外這位 他就跟我們說 睡眠專家 跟我們說 不好睡的原因是什麼 你是不是 聽下去之後 說我懂了 我又知道 怎麼樣讓自己可以睡個好覺 好 我們歡迎 吳定宇先生 美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知道容易冰冷 可能是循環上面的問題 尤其在冬天 我們要特別地小心這個問題 吳醫師講的意思就是 冬天有時候心血管問題 你氣血不痛 有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小問題 大家重點來了解一下 不過 佩儀 我知道基本上 他是喜歡冬天的 對 我很怕熱 對 他是算怕熱 動不動就是 很熱 冬天我喜歡那種氣氛 因為我覺得冬天冷的話 如果你到外面冷 加個外套就好了 或者是說你晚上睡覺 蓋個厚一點的 開個暖氣就可以了 可是夏天你很熱 你總不能脫得 全個很 對 出去 然後全身都是汗 涼拼拼 又臭毛毛 所以要冬天 我也要冬天 我冬天的意思是 因為可以穿比較漂亮的大衣 那是你苗條 如果大褲再穿很厚重也對 沒有 這樣穿著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 要去出國或是到哪裡 下雪的時候 那個拍得照就好 好美好看 而且像冬天很多的大衣 在帽子領圍這邊 還有一圈毛的感覺 對 然後冬天的那種氛圍 有的時候真的 你在一個很冷的環境當中 兩個依偎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暖度我覺得挺好的 都會幻想 這樣想也很好 對 這樣很好 我們不太敢想 我們現在就抱毛小孩 我們只要健康就好了 抱個毛小孩 對 對 但是冬天睡覺 你說蓋後棉被 我覺得很辛苦 而且蓋後棉被 不一定說 你膝蓋就真的會燙 對 要燙到外面 有時候太冷 太悶 你如果真的熱 又熱 又開了 又熱冰出來 也不是辦法 其實我最怕是冬天 我喜歡那樣子 剛好很舒服 像秋天是很舒服 可是到冬天的時候 像現在有一點年紀了 真的會怕末梢神經 因為你手腳冰 然後你就不太想動 穿得厚厚的 有時候就會覺得四肢都 很僵硬的感覺 常常開暖氣 嘴巴也乾 皮膚也乾 又覺得不對 因為出去一冷一熱 這樣更不好 更容易吸收起來 對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覺得 冬天的時候蓋很厚的被子 又會那個 又不舒服 然後這樣子 把它弄出來 又會感冒 好 蓋這邊又冷一點 對 蓋太薄也不對 而且那個蓋很厚 很重 很重的東西 蓋子感覺好像鬼壓床 我媽媽就是很喜歡那種 我媽媽是喜歡用 老人家喜歡用彈的那種 北越重越好 那很濃 那是太麵皮 好像要 彈棉花 彈棉花 我覺得女生很 好像怕冷的比較多 就是大部分 當然也有一些怕熱的 她喜歡冬天 那我們也滿怕 男生呢 醫師 妳 其實喜歡冷 喜歡熱 我覺得各有所好 其實女生都怕冷 為什麼你們都喜歡冬天 不是夏天可以穿少一點 展現好身材嗎 可是因為身材不好 但是 很容易流汗黏黏的 對 黏黏的 一天要洗三十次 會很辛苦 在家裡的時候 我不是女生 女生真的容易手腳冰冷 但你知道我們人 我們人是恆溫動物 我們不是冷血動物 所以我們當然恆溫動物 必須要保持住我們的體溫 你知道男生 女生 誰的體溫比較高 男生 沒有錯 不是嗎 我們的核心溫度是女生比較高 真的 所以你知道 女生她對於溫度 會比男生還要來得敏感 女生她要維持她的體溫 你知道我們身體最大 產溫的器官是什麼 脂肪 肌肉 我們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熱量 但是女生她的肌肉的組織 比例又比較少 她的活動量也可能會比較少 她怎麼樣維持 她自己核心的體溫 她就要把周邊的血管收縮 讓這個血管 不會在周邊輕易地散熱 她就可以把溫度保持得更好 所以為什麼女生容易在 尤其是冬天 她很容易手腳冰 因為她要減少這些熱量的膳食 因為她產生的熱又不太夠 是 天前要變 家裡有洗澡 真的就會比較擔心 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覺得70幾歲的 70歲以後的人 或者60幾歲以後 她有的時候冷的時候 頭 의前就冰冰寫實 要戴帽 毛帽 又怕吹風 有的時候天氣一冷 口LEY 坐不過氣 忽不上心 晚上睡覺的時候 棉被一拿起來 一冷 老人家有時候走路 很容易毙土 一摔倒以後 骨骼要打鋼釘 一打鋼釘躺在床上以後 就循環不好 消化系統不好 排便系統不好 所以真的很重要 就是冬天 尤其以前只要媽媽在的時候 冬天到了 我就特別等在床 因為怕它摔倒 怕它受不了 怕它心血管 怕它頭會中風什麼什麼的 就一定要顧好它 因為溫度或睡覺 保暖 睡眠 都要 的確 尤其在冬天 其實我們在蓋著後棉被 其實體溫其實是還滿高的 周邊血管是擴張的情況之下 但是老年人 因為他半夜還是要起來上個測試 棉被一打開 馬上接觸到冷空氣 周邊血管馬上一收縮 那怎麼樣 有些人可能就頭暈目眩 甚至走路就跌倒 其實這在晚上是特別容易發生 我們有些老年人 他是三高的患者 他可能又在吃藥 搞不好有些人還在吃安眠藥 安眠藥它在半夜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作用還是相當強的時候 加上這些溫度上面的變化 藥物上面的影響 其實它真的非常容易產生 平衡上面的問題 所以半夜起來上個廁所 很多人就聽到 砰的一聲 家裡的長輩就出事了 那你說骨折那還算輕的 有的還撞到這個腦 我媽媽就是撞到頭 對 撞到腦部 腦出血 都有可能 所以有些人一倒 他真的就爬不起來了 所以血液循環不好 真的也會造成身體很多的問題 是 所以如果氣血通 整個就好像燙熱 不會覺得那裡打掉 那裡不舒服 因為可能也是氣血不好 膝蓋冷氣 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身體也是不好 會影響 對 其實睡眠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知道說 睡眠是最重要的什麼 美容 對 對女生來講 她如果睡不好 氣色一定不好 再怎麼樣化妝 那個氣色都不好 皮膚也不好 對 再來就是免疫 其實我們現在在新冠肺炎當中 其實免疫力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有人接觸到 他沒事 有些人一接觸到他就染疫 其實一個好的睡眠 可以讓你的免疫力能夠提升 再來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 其實很多人有三高的問題 目前都發現說這些三高 代謝性疾病 血糖 血脂肪 還有你的血壓 其實都跟你的睡眠好不好 有很大的關係 對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提到循環 循環其實真的是健康之本 我們身體所有的細胞 哪一個地方不需要血液 都需要 它沒有血液攜帶的氧氣跟氧分 它怎麼樣存活 所以我們所有的器官的功能 都仰賴一個好的循環 冬天來到你開個暖氣 有人家裡就 有人不太喜歡開暖氣的 暖氣很乾 或是就會覺得很乾 有什麼方法 我們想了解什麼方法保暖 我一般是比較喜歡蓋厚的 然後穿襪子 可是像我先生跟小孩他們兩個 是在冷的天都不穿襪子 每次碰到那個腳 好像那個殭屍的腳 是冰的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他們沒有辦法穿襪子睡覺 因為穿襪子有的時候 我又買過很多襪子 有時候 縮起來這裡很不舒服 其實襪子都能穿著睡覺 然後我覺得穿襪子也很危險 就是你 因為穿襪子你不能穿拖鞋 你就要光著 就是那個穿著襪子去上廁所 我們家是大禮食的 更容易滑倒 其實穿襪子睡覺 當然是一個保暖的好方法 但是你真的太厚的時候 其實腳會流汗 會 其實腳流汗 其實你也不舒服 所以你可能也睡不著 半夜可能已經脫掉了 對 所以第一個不能太厚 第二個就是 那個循環反而變得更差 你的周邊的循環更不好 對 跌倒這個問題 我覺得當然是要特別小心 有些老年人 他那個手腳都已經 感覺都已經比較遲鈍了 你再隔一層襪子 它對於地面的感覺更差 那會增加它跌倒的風險 危險性更高 這個襪子是要小心的 對 冬天有什麼保暖的方法 我像之前我睡覺 我也會穿襪子 可是我後來不穿襪子 倒不是我覺得 漱得緊不緊的問題 我開始流汗之後 會長那個汗泡疹 所以我就不穿襪子睡覺 可是因為 我手腳是很冰冷的人 你看 我現在到現在 我循環非常不好 我現在都是冰的對不對 我循環非常不好 不好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好睡 可是我後來想說 沒來 要 電燈 我用電燈 一開就開得這麼強 然後很暖和 很舒服 一天就睡了 結果 沒在沒當就死了 你知道有什麼 被燙燙 燙燙燙 然後又看到那個新聞 就很多火燒房子 都是電毯的問題 因為我在想問說 醫生 到底我們睡覺可以用電毯嗎 當然電毯是一個 簡單又方便的方法 但是第一個它要插電 當然它插電以後 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大家擔心的電磁波的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自己以前也用過電毯 你有沒有覺得電毯躺起來 那個質感還是有一點怪 因為其實它上面有一些電線 有 它有加熱的電線 所以其實你躺起來 還是覺得怪怪的 再來就是你講的溫度的問題 有時候那個真的調太高 那真的有危險 有些人 如果說他的感覺不是這麼好 尤其是老年人 像糖尿病患者 他甚至有灼傷的可能 對 我媽媽就是灼傷 對 上次還有一次 我記得是醫院的火災 大家也記得 聽說那一次就是有人 帶著電毯進去 插熱電 流移基火災 所以有時候它有很大的 公共危險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沒有用電毯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我想要找到問題的根源 因為我們高人睡的時候 一定要蓋牌 應該沒有人不蓋被子睡覺 那是不是找好一點的被子 我找過很多好被子 家裡一堆被子 對 我以前也這樣 我以前找什麼蠶絲被 很多的 你知道現在最流行的什麼 什麼 黑金 那不是瀑布 也不是烏魚子 黑金 我聽過黃金 我沒聽過黑金 現在有一個材質叫黑金 什麼是黑金 石墨烯 這個是諾貝爾有得獎的 一個成分 石墨烯 我們早期是在用的 手機 太陽能電板 這一些電子類科技系的產品 它可以導熱 它導熱的速度非常快 然後這兩年就延展到哪裡 使用在服裝 被子 請具 內褲 內衣 襪子 都有加石墨烯在裡面 這樣怕冷的人就很有福氣 對 我今天有把我找到的這一床被子 帶來 我剛剛坐在這邊的時候 這個就是石墨烯的被子 它就是黑金 真的 這個就是黑金 這是被子 這種被子 這個被子 我找了好久 我終於找到它 它很厲害 它裡面 你現在摸到這個有沒有 這裡裡面全部都是石墨烯 是喔 石墨烯因為它導熱很快 所以你知道它蓋在身上的時候 麻煩就燙了 因為很多麵皮是大人或什麼 我們要去睡的時候冬天 皮都一直冷漆的 對 就要有多久 多久 對 以前我媽媽都叫我給你擄皮 小時候體溫比較高 這擄好 擄好 所以這一個就不會擄你擄 不用 你不要叫你孫給你擄皮 因為它自帶熱光 就是你進去 接觸到它就熱 你看你現在摸它是不是 就溫溫熱熱的 它升溫速度很快 所以你也不用電毯 也不用暖暖包 也不用戴圍巾了 襪子也不要穿 就直接撐進去就好了 真的 真的 然後它裡面 它除了這個表層 它是石墨烯 它裡面也是石墨烯 裡面 石墨烯我們剛剛講 它現在本來以前是應用在 科技性的產品 手機 電視 什麼東西 現在它是把它做成像米歇 做米歇 我摸都是米歇 對 就是米歇 然後它把它灌在這個被子裡面 所以你睡的時候 它很快燙 它外面這盞也是石墨烯 它把那個棉紗再抽成線 抽成線之後它做成 因為我們都有筋圍度的概念 直的跟橫的 甘難說是直的跟橫的 它就是這樣 這樣切 整個切的都是石墨烯 所以你打起來 譬如我們打到這樣 你從紅棍吃 腳這麼痛 還有腳底盤都燙的 很舒服 這一床很舒服 那我今天來對了 很舒服 不用擦繞的 不用擦繞 然後像這一床 因為我兒子是比較 不那麼怕冷 我有買兩床 這一床 它是2公斤重的 小孩 冷那裡擦繞就可以了 或是秋天擦繞 如果真的寒流 過年是不是有那個霸王寒流 寒冷 那種10度以下 對 或者你又真的很怕冷 你就蓋 還有冬被 我還有買一條3斤的 3斤的 因為我喜歡蓋重的 其實你覺得投吃這個很好 因為每天都用得到的 對 除了這 它還可以釋放 其實都還可以釋放 紅外線 對 以前遠紅外線的放射率 只有0.8 它是素質 妳好專業 我們只以為遠紅外線就好 我去研究 還要管這個 它有石墨烯的素質 高達0.9 比較高 所以它的升溫速度更快 所以說 如果平常是冬天擦這個就OK 如果真的很冷不夠的人 可以擦更大 更大 我有大量 你要看嗎 不會 怎麼 我跟你講 東西是這樣 我們要依照每個人 不同的需求 我比較怕冷 我就擦這個屬於是東北 這滿滿的 裡面通常都是濕的 濕墨烯 裡面都是 所以你看 你這麼譬如說冬人會這樣 縮進去 很燙 這比 比心愛的男人還暖 對 那真的 人家說冬人 你找個男人來說 找不對還寧可要棉被 對 棉被 對 太好了 是不是 對 好棒 然後不會很重 不會 三斤 我覺得三斤對我們女生來講 比較好 以前早期 阿嬤擺麵皮 就是一般棉花的那種 以前我阿嬤蓋五 六斤都有 我媽媽 那個塗得重之外 棉花不要再蓋了 因為那濕的時候 我們台灣濕 會吸水分 對 越膩越重 又越膩越不燙 還有一點 就怕塵蟎 對 每次我拿出來 後被子 從天氣早上 就把它打一打 拿到樓上曬的時候 那個鼻子 它全部 皮膚也過敏 那個沒有用 真的嗎 曬太陽 沒有用 我跟妳講 因為棉被這樣對不對 太陽這樣曬 只有表層的塵蟎 也沒死掉 表層塵蟎是怎樣 它逃難 它往下逃 這沒有用 太陽沒有用 所以說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擔心 這個不用 因為石墨氣它的成分 本來塵蟎它就不愛 所以它根本就怕 怕會高科技 對 重點就是怎麼樣 一定要試蓋 這種高科技 因為他們講得一嫩一嫩的 我就不相信 我們是專業 我們交給專業去處理就好 我們直接要 可以 糖糖 可以 蓋開 我借妳嘗嘗看 好 這個顏色看起來好舒服 這個顏色我好喜歡 好氣氛 對 我上床了 溫暖的床了 這個感覺 雖然它很厚 可是它感覺是很輕的 我要來睡了 我要來躺了 體驗一下那種 全身暖活的感覺 蓋這個被子 我真心地說 好舒服 真的以前妳的那些什麼 電毯暖暖包 真的都不用再花錢去買這種東西 也不用用了 像妹妹她這個床單 也是有石墨 石墨什麼 對 我跟妳說 佩儀姐 當初我買的時候 妳知道嗎 這是一整套 一整套 而且 它這個 這個背套 床包 枕頭套 是 都有石墨烯 這個叫內外兼備 真的 因為妳剛剛給我們看了 裡面的棉被是灰色的 所以如果要擁有它的時候 它會給妳配一套 對 因為如果說妳外面 只有被子是石墨烯 可是外面的那個 被套如果不是石墨烯的話 它會影響它的傳導 所以要整套加起來 這個叫一間二故 忘了這樣配合 是 它的暖會整個全身這樣串流 真的整個感覺 腳身上從頭到尾都是一個溫度的 會是那種 所以你看這花色很適合睡眠的感覺 就是它不是那個很重的 那種顏色跟花樣 我原本還以為想說會很重 可是一點都不會 醫生 我就要請教他 這個溫暖 對我們的睡眠 真的有幫助 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們之前有研究 就是說妳溫度如果下降一度 其實妳心肌梗塞的機會 就會增加2% 所以 保持溫暖真的是很重要 我們剛剛也講到說 很多老年人他起床 其實他如果循環不好 其實他容易頭暈 容易跌倒 這會增加很多的風險 保暖真的非常重要 美鳳姐 像我兒子 比較沒那麼怕冷 我就讓他蓋這一床四季 就是剛才看有比較薄的 對 但是因為像寒流的時候 我比較怕冷 我就沒辦法 我就要蓋這個 比較厚的 但是這兩床就全部都是石墨溪 對 就是更溫暖 更舒服 更好睡 讓佩儀姐一下 那如果真的超級怕冷 怕冷 蓋兩間 他就蓋這個 沒有 下面把家裡 墊 可以 感覺很想得出來 又很舒服 又可以 反正就怎麼利用都可以 怎麼用都可以 所以腳手要冷 其實不好睡的人 造成你很多困擾 所以說 現在有最新的材質 會幫助我們就是 因為麵皮和春筋 枕頭 臉塵 整個都很舒適 對我們要睡的睡眠 也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睡得好 如果身體燙熱 身體自然就好了 當然更好睡 這很重要 太冷 真的冷氣很難睡 今天這樣看也很溫暖 好 就祝大家都有一個好的睡眠 非常謝謝你們的參與 來分享 很舒服 好舒服 睡眠就好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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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美鳳有約